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我说咱们俩的秘密 我是不会跟别人说的 然后你知道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 我的原话是说什么 那天我们在讲 就说在二战之后 一个很有名的段子 说韩国男尊女卑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也不是二战 大概是前些年 早年 韩国还比较男尊女卑的时候 就是说 有香港人 香港人爱嫖娼 这个总没事吧 对吧 咱们不需要给他澄清 香港人 有个港人去韩国 去嫖娼 然后呢 就很感动 就是因为半夜 他起来的时候 发现呢 这个妓女啊 还在给他洗内裤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我说呢 我说是当年 我们《恰恰三人行》里头 一个嘉宾 李春恩说的 我说是李春恩说的 不是李春恩说的 结果这个微博上说就说 邓恩涛说李春恩去韩国嫖娼 然后李春恩还让我告诉我 你告诉他们是蔡兰写的 这原 这个故事的原点 好像是蔡兰写的一篇 什么文章 原来一定是抄的段子 抄的你的 他那么那一辈 前辈们很多都是从英文 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了 像香港有一位前辈叫黄瞻 黄瞻 是一个不文集 卖了 在香港卖了一两百万本 那全是黄段子 对 它里面绝大部分 那个他自己说的 是从playboy 从其他的翻出来的 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他们自己买了外国的杂志 Penhouse Playboy 就这样子 可是那些网友 可能有联想力 就往那个方向想 你说李春恩说的 他们就想得快 李春恩怎么知道呢 那肯定是亲身经验 对 他们那总是想多了 而且你看到我谈李春恩 倒没错 因为我想起有一次 大概五年前吧 我在香港 反正去飞机场出国去 不是去南韩 不是去韩国 因为嫖娼不一定只去韩国 可是我也没嫖娼 你又给李春恩挖了个坑 然后反正我出国去 在飞机场就看到两个香港的大妈中年妇人 看到我好高兴 他那个写东西的 写东西的这样 然后旁边一个 对 李春恩 李春恩 他几人我说是李春恩 可能别人看到我 以为是李春恩嫖娼 几人这样 对不对 我们跟你说恩澄清 你知道我还在那个什么厕所里头 小便池前面 碰见那个观众 一边小便一边跟我说 一虎文桃现在在哪呢 咱们 而且这个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 是跟韩国确实是有关系的 对吧 韩国现在更不能去嫖了 你这家伙 那就是MARS啊 是吧 这个呼吸 这个综科症 而且真的是跟马家伙有关系了 因为呢 我给你看俩女生 俩女生的照片 在韩国的城军馆大学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两名女生 戴上了口罩 结果引起课堂上韩国教授的不满 教授就说呀 我知道你们香港有这个非典 但是请你们不要带着敏感的情绪和感受 来我们班和韩国 就是这教授认为 这俩学生这样上课不礼貌 诶 徐老师如果你在课堂上讲课呀 有俩学生戴着口罩 这个老师高兴吗 不会特别高兴 但是也不会去批评他 会觉得这个是不礼貌吗 不会觉得不礼貌 他戴口罩有好多原因 可能他自己感冒了呢 他不想传给人呢 对不对 这个应该没事 我就感觉韩国还是比较世道尊严的 是不是他的教授还是比较讲究 没有 直冬为什么没有特别高兴 我是高兴的 像我刚看到 你不就是城市大学 我说跟你有关吗 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很高兴 我们学生多么爱卫生啊 有懂得保护自己 也懂得保护别人 像我在班上看到学生戴口罩 他一定有理由嘛 一定是比如说牙疼 发烧什么感冒 不传染给别人 那我唯一不高兴说 曾经有学生上我课戴眼罩 戴眼罩在干嘛 但是睡觉 要开睡了是吧 对对对 睡觉不想看到我 拉学我才不高兴 可是我也不会不高兴 我上课是这样 每个学期一开始 我有规定 我说同学们 你们做什么 我其实不管了 你睡觉什么什么 因为我管不到你啊 你可以不睡觉啊 你可以不看电脑啊 你看着我 你根本不听 我也没用 广东话说 我揉得住你的人 揉不住你的心 可是唯一的规矩是说 你不能讲话 不能说话 你一说话呢 因为其实啊 子东明白 在教室里面呢 那个声音啊 传得很厉害的 他们还小心 我就站在中间 就听到很吵 很annoying 很干扰 所以呢 他们戴口罩 表示他不能讲话嘛 最好全班戴口罩 我下回下令 全班戴口罩 我听过网上那个 就是什么 最仁慈的教授的 那个课堂语录 就说是什么来着 如果坐在中间聊天的学生 能够像坐在后排 下棋的学生一样 安静的话 就不会吵到 坐在前面睡觉的学生 就是好好说 学生坐在后排 坐在后排下棋很好 我曾经有个学生 坐在后排睡觉 一睡睡得太熟了 头一砰 撞上了长臂 吵到别人 其实也受伤 我就是说 这次这个MERS这个事 我没仔细看新闻 但是我怎么觉得 为什么都在骂韩国呢 我觉得他那个 韩国的教授 对于香港学生 戴口罩在课堂上 感到愤怒 而且要把他们赶走 这里面体现了 一种文化的差异 对 这点 我觉得我感觉上 韩国人比较接近北方人 就是我感觉他跟东北啊 我对北方的不是那么了解 但是我总觉得 北方的人呢 有一个 我们大家坐在一个客室里 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是说你 你不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弄得好像 看不起我 就好像 比方说我们假如是一个家里的客厅吧 对 我今天家里来了客人 你要是带了口罩进来 我会不高兴 对不对 你既然到我家里来做客 我们来吃饺子 你说你戴个口罩进来 那就干脆别来吧 那他等于是把他的教室啊 理解成他家的客厅了 而且把教室理解 把他家理解成他国家了 你看 他里面提到 你不要来课堂 你不要来韩国 你看 他马上从一个客室 联想到一个国家 这个一种联想呢 我挺理解的 我觉得 我觉得 中国 不单是北方人 很多的中国人 如果 如果他们一看到 如果我们现在流行一个什么什么病 来的一些人 外国人 如果他有一些特别的防范 我就会不高兴 就会觉得你 某种程度上 你在看不起我们 那怀疑我们 反正韩国啊 他是有些地方啊 咱们能理解 但是又跟我们不一样 比如说 我听一个北京的韩国人说 他说韩国男人是什么 就是说 不管在任何时候 就问谁是岁数最大的 好 只要有了岁数最大的 那就是有了大哥了 大哥领着我们 杀人放火都跟着去 就是 就比较相对来说 重一些 哥们儿义气啊 不是 他净尊长 比我们这个 身 就是净 比如说年龄大的 大哥 就是长辈 或者说是学长 他这种东西 比咱们 就是 他们比较固定的 的叠序嘛 像子东说 他那个教授的反应 那我想到最近 那个MERS 在韩国 他们那个 当然那个 他们卫生的反应 卫生部的反应 很慢嘛 而且很奇怪嘛 在他们网站呢 最主要的提醒是什么 不要吃骆驼肉 不要喝骆驼奶 要远离骆驼 然后最积极的反应 是哪个部门 对我查你一句 你知道吗 他的免疫局说 不要吃骆驼肉 不要喝骆驼奶 但是根据 他这个韩国免疫局的数据呢 韩国全国 目前只有46头骆驼 主要在动物园 就是本来有多少人 吃骆驼肉呢 就是 因为这种病 中东呼吸 什么综合症 这种病 在中东的时候 可能是跟骆驼有关系 缘起 他们最 反应这一块 是哪个部门 外交部 韩国外交部 马上成立了 紧急应变小组 研究什么呢 包括了什么 应变小组 包括了住外面各地的办事处 领事馆的人 来讨论说 我们如何防止 因为这种病 而破坏了我们国家形象 而且怕有地方 有反韩的力量 他们就这样搞起来 你可见他们的反应 所以你看 对于东方民族来说 外交部就是面子部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来说 我想起来了 好像就说骂这个韩国 还是从一开头 就是说你那个韩国人 明知道自己有这个MERS 还到中国去出差 好像是从这个事情引发的 那个人叫超级代军者 现在有了第三代的 比方说我是第一代 我传给你 你是第二代 我来就传给第三代 第三代比较麻烦 进社区里面了 对 所以他们那个 可是现在比较好了 好多医生朋友香港的 都说你看那个韩国 现在这种应对的情况 完全就像当年的香港 发生的事情 完全不懂得处理 后来香港你看这一次 有一个好处 你看大家从政府 到我们老百姓 都是那个不会再大惊小怪 因为我们从经验学习 有几个部分你就一定要做的 第一个 基讯透明 对吧 你一定要说哪个医院 出了状况 大家就避开不去 第二个就是推动卫生 戴口罩 消毒 什么 那只要把这几个 还有第三个很重要了 国际合作 你不要关起门来 不让别人进来帮忙 不要让别人来一起讨论 那几个部分关键把关做好了 而且我觉得啊 这个病啊 有一种病啊 是跟心理很有关系 你比方说 前就前一阵吧 香港有俩记者 你记得吗 这俩记者应该在我们行里 就叫勇敢者了 就是就要去韩国采访 是他们自愿的 去了 去韩国采访 他们也到了医院那些附近 但是一回香港 当天夜里就有一个发烧 然后啪两个都送进去 那么多记者都在医院门口等着 最后验出来是阴性 我就有时候我感觉 人就是啊 他这个发烧的记者 有可能觉得要得 人有的时候会这样 你觉得是不是 就觉得我要怀疑 怀疑 结果怀疑真的会引起症状 引起症状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病 并不是 SARS现在很让人怀念 SARS的怀念是有两个了 第一个是开玩笑了 就香港人只有SARS的时候 房价低了 现在再也不来了了 所以他们很多人开玩笑说 这个什么时候 这个再来一个这样 我们就他们 现在香港人就算来SARS房价 也不会这样跌了 跌到一半啊之类的 没有 第二个从正面的 政治的角度来讲 SARS的确是就是危机 危机在一起的 就是危也是机 对不对 对于香港开始 手忙脚乱 但是接下来 就把这个事情应付好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没有人好好拍 这些东西 香港那个 是广华医院吧 多少多少号那种 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好好地拍一些片子 把这个整个过程 有人小规模地拍 但是的确SARS SARS 大家学校在香港 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那政府的危性 当然它后来处理好了 有提高 可是后来香港的转变呢 倒不是因为政府 危性的提高 是什么呢 当时有一种 很重要的心理 香港人觉得 没人揪 揪我们啊 没有啊 就我们 就自己啊 当时整个香港是孤岛 甚至非典刚开始的 英文简称啊 跟香港特别行政区很像的 也是什么HK 什么SAR 什么很像的 然后呢 SARS就是特区 特区 SARS 对 他把HK拿掉什么 然后呢 因为当时是有 内地跟香港民众 早了早去爆发 然后呢 当时还有一种 集体情绪是什么 SARS好像是大的瘟疫 而且当时啊 当你有情况 哎 怀疑SARS 一进去 关起来 不是关起来 把他隔离之后 你就可能出不来了 香港那时候 整个隔绝的感觉很严重 所以过了之后呢 你看到 从统计书记看 香港民间社会 种种大规模的 为了不同的议题 的上街游行抗争 那种所谓香港人的身份 是经过非典 凝聚起来 最后的影响 就是非典反而反过来 造就了公众社会的 就是这个公共空间的 一个成熟 啊 很严重 所以对于 子东说 除了有人很认真 把他作为一个历史 来记录以外呢 香港人嘛 喜欢搞笑嘛 最重要的部片 喜剧跟SARS有关的 这是吴君如 那个金姬 金姬 金姬是应该是第二集 还是第一集 第二集嘛 再讲SARS嘛 包括了黎明嘛 医生嘛 非常沮丧 整天要应付SARS 那晚上去找吴君如 出火 减压 等等 那时候那种孤绝感 就在那个喜剧电影里面 透露了 那个非常重要 最惨最惨 那个陶大花园嘛 曾经一度有一个房子 二十九万 跌到 结果报纸上就登了 说一个楼啊 跌到二十九万 中大有一个研究生啊 就在那天看了报纸 一看自己的存款 有二十九万 第二天就跑去那里看楼 那个地产商啊 吓死了 都不敢去 说什么 你这个时候还要去 淘大花园 但是职业 这个也是 没办法嘛 去带穿了两层衣服 跟董建华的太太一样 穿了两层保护 带了很多的手套 跑到那个地方 开了以后 让他人进去 进去以后隔得很远 那个人说 这个房子怎么样 他只讲了一句话 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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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直啊 那个研究生就买了 买了 那发了 现在将近两百万了 哎呦天啊 那真是 人的发财也难讲了 我告诉你 今年是那个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这也能发财 我想到 因为抗战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 日本人 日本鬼子 占据香港 然后呢 采用军票 废掉港币 甚至呢 有一批 香港港币呢 是他们 那个那个 强坡 汇丰银行的 老外签名的 签名 反正有一批的港币 五百元一张 大面额的 那然后 特别的真品 现在变成 可是呢 重点在于说 抗战结束之后 英国鬼子 日本鬼子也是鬼子 英国鬼子回来了 然后呢 把那些 那个时候的港币 这是抗战时间 那时候流通的港币 废子 不准用 作废 不用 那没人用了 那当大家 当就废子的卖了 曾经香港有个演员 就是买了一堆 他好玩 其实朋友说 我家里太多了 给你 半卖半送 好吧 很便宜 就一大堆放在床底 可是过了一两年 因为种种政治的考量 有人抗议什么 那香港政府 当时的香港政府说 好吧 那些港币 重新准用 重新流通 哪能这样啊 对 他发财了 床底那些 那个几百万的 本来用几千块 买回来的东西 全部可以流通 曾经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人的命很难讲 所以你赶就行了 你刚说有威就有鸡 什么时候 国民党到时候宣布一个 哪天他要有什么成就 金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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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流通 对对对 元大头还是可以的 元大头 元大头一直就是值钱的 因为他赢的 你知道前一阵有个村 是浙江还是哪 有个村就打官司 一个老房子 老房子 本来是一个老头的 一个房子 但是这说起来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老头 没有子女 原来是村委会 负责赡养他 就养着这个老人 然后这个老人 就死了 死了之后 怎么办呢 按说 是这个村委会 就继承了 但是后来 就把这个房子 特别便宜的价钱 卖给他的一个侄子 他的侄子 又把这个房子 卖给了另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 好 进来说装修装修吧 刚敲开了一个管子 像水银泻地一样 就藏在一个管子里 旧管子里 全是元大头 哇 天呐 这是179块 好像是 但是呢 你说这事 他干嘛不藏起来 弄得肯定是吹牛 结果呢 那家那个侄子来了 说你这个 这房子 是我家的 对吧 你分给我 之后他说 我给你四枚吧 不行 太少了 打起来 最后村委会来仲裁 村委会说呢 也不是你的一辈他的 是我的 因为我给这老头养老 等于我起到了儿子的这个作用 我才有继承权 然后呢 你知道最后 起诉了 有一个人起诉这个 这人家 村委会一看要打官司 怕出事 村委会说我退出 我不要了 然后那个巡回法庭 还有那个乡村巡回法庭 巡回法庭 就在田间地头上 打官司 就法官听了两头 这个说之后 法官最后说 哎 现在我裁决 也不是你的 也不是我的 是我的 国家的 这是无主的 那个咱们国家的那头的法律 全规国家 对对 原大头都属于国家 你说他这一头像不像可以拍一电影 对 最后全规国家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都猜到了 讲回那个香港学生戴口罩 被韩国教授批评的这个事情 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的分歧 其实就是还是一个 你怎么看你的教室 就是这个教室啊 在香港我们基本上还是接受了 教室是一个公众空间 它不是你老师的地方 所以学生他做的这个事情 是有他自己的权利 至于像嘉辉说的 他爱护卫生是好习惯 这另外不讲 不管怎么样 就算他的这个习惯不好 我们也要容忍 因为他付了学费 他来教 他来收 但是传统上呢 我们又会把教室 因为我们是老师嘛 你来做我的学生嘛 尤其是小课 有时认识很久 我们难免会对有一种 就是客厅家的感觉 对不对 你来做我的学生 这个时候呢 比方说我们不讲戴口罩 这样的极端 假如进来的一个学生 他跟你他穿的很不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犹豫 我该不该跟他说 该不该有没有责任 来跟他提醒他 什么叫什么叫不一样 比如说他穿的 不戴胸装 戴着口罩 还是只戴胸装 戴胸装 真的 我挺好奇 这要是来一个女生 她就穿的很清凉 小短裙 是吧 然后 就往那你怎么着 我就碰到一个 上课 怕来一个女生 穿的非常出位 对 然后呢 呃 纹身 纹身 对 然后呢 我就 我就 不知道该怎么来 跟他说 后来呢 我呢 想了个方法 我就说 这个 纹的啥呀 纹的啥呀 这个学生 后来他去参加 很多社会活动 我们不去讲他 但是你猜不到 他纹的啥 他纹的是一排字 哦 然后他叫我猜 他说 你猜这是什么字 我猜不出来 真 你们都猜不出来 你猜得出来吗 是诗 香港的诗 一江春水向东流 No 国际歌的最后一句 哦 International 一定会实现 天哪 后来这个人 出很多事情的 哦 但是是这样的女学生 所以 这也要当年就是刘胡兰呢 是吧 他是真的文吗 真的文 哦 真的文 我很多学生都会 而且他放 他是港大读一放弃了 到我们岭南来读Culture Studies 然后很认真来上课 现在是很大很大的麻烦 哎 我就不懂 你看这种 他将来思想改变了 他放弃共产主义了 他这怎么办呢 那可以清楚的吧 也是站 但是共产主义 怎么能放弃呢 这个 时刻准备着一定要实现 他比较担心他放弃 是担心共产主义放弃他 所以就 就我一个职业的老师来说 我完全没有权利干涉他 对 当然是 而且不能提啊 对 你一提得了 你开玩笑 对 他可以去投诉你 你干嘛管我 对 侵犯我的思义 对 那没有问 那我们过去学校 还说女生不准留长发 什么的 那可以校规 那是要校规 另外的校规 大学有大学的规矩 香港的情况下 我要问他 那是在一个非常和好 就是说你看得出 他对我很好的情况下 这样的气氛 你才可以问他 而且要公开 也千万不要一对一 那就是性骚扰了 对 是吗 而且那个 有时候跟年轻人嘛 有男有女都 家辉好像对这方面 特别的警觉嘛 不是 那个他们会问 他犯过错误 他问 不是我犯过错误 是学生犯过错误 学生跟你犯过错误 对 是吗 讲讲 没有啊 他们说 老师找你 要坐上来 谈事情谈什么 所以那个绝对不可以了 我说很简单 他们说为什么 一定要坐在很公开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以前也讨论过 在office 门一定要打开的 你不能开玩笑 因为不仅是保护学生 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学生 那我主要想讲 那个刺青的问题 我每次都跟他们讲说 那人会变啊 对不对 现在你以后不是说什么放弃不放弃主义 你口味 美学的口味片 你不能敢 那怎么办 而且人会肥啊 你今天年轻 那个肉很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那模糊一片 但这就是信仰啊 这就是肉体的信仰啊 物质化的信仰啊 是啊 谢谢